你生在某个家庭,某个时代,你生命的烙印不会因为你的遐想而改变,那时,你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,并尊重它。 这是导演王小帅最新的一部电影《我十一》,这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电影,描绘了王小帅记忆中的十一岁,和属于那个年代的青春。 本期老友记,他写新片对话潘十一,这会是一次怎样的举手。 我觉得小的人的经历呢,应该是说是越丰富越好,才能够就是开阔自己的眼界,把自己身上的潜能啊,启发起。 潘十一,平于六十年代的甘肃添水,不甘寂寞的地产大亨,跨界思考的微博达人。 每个人的记忆都是那么的不一样,那么的清洁,那么的生动,整个的记忆都被时代的大的声音在遮蔽了。 王小帅,同样六十年代生人,生于上海,长于贵州。 九十年代开始,以风格独特的电影,在第六代导演中自成一排。 他是六六年出生的,跟我差着三岁,就跟他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两个辈子。 一场巨头对话独立导演,一场看似没有任何交集的对话。 理性的张人对话感性的艺术家,两位从未蒙面的老男孩,相似的就仅仅剩下了年纪。 这场完全疏离的对话,会擦碰出什么样的火花? 我们这个葱子对面啊。 就是隔着一个卫河,卫河的对面就是好几个三线巢。 其实年代初的话,他们都是很高的红墙,就是红砖器的墙。 而且每一次都汽车出来,我们觉得在里面非常神秘。 然后你们进不去。 进不去,对。 我们那时候也是小孩要是想路过当地的村子,不许要是你们的话,你们就站在山头上往下扔土嘎的。 扔土嘎的,也是经常跟这小孩打架。 打架的话,常常打不过。 打不过,最后就找个理由。 我们就把你们这样小孩叫工人娃,就是我们都是隆隆冲的。 说是从这三线床子出来的,就叫了工人娃。 工人娃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三个都打不过一个。 最后就说为什么呢? 说他们吃得好。 最后我们找个理由就是他们吃得好。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,就是小的时候基本上就不出那圈。 出那个圈要出那个厂区,生活区,要到那个边上那个寨子,我们叫寨子嘛,贵州那块。 那个就得大人带着。 大人不带肯定有危险。 两个60后男人的对话,就在这种荷尔蒙弥漫的打斗中开始了。 虽然故乡相隔千里,却一见如故。 上个世纪60年代,出于战备的需要,一大批发达地区的工厂迁移至大西北、大西南的封闭山沟,被称为三线厂。 这场线细裹挟着千万工人和他们的家庭,成为穷山沟里尴尬的新移民。 王小帅就是在这个时期随父母从上海迁到贵州地区。 而潘石屹也在这个时候看着对面渭河边,厂区围墙高高的建起。 一个三线厂内的工人娃,一个三线厂外的农村娃。 高耸的院墙将他们的生活就地划开,造就了既窃尽又疏离的别样青春。 我记得有一年的话,就狼呢,把我们家的猪呢,给叼上了。 叼上了,结果我们家的猪呢,不是说土的猪,是说羊猪。 羊猪的粒粒其大,粒其大的话,结果狼就把这个,他的脸啊,给叼了一块肉跑了。 等我们去以后,我就发现猪,买身都是血,那时候对血也不害怕。 然后这个猪呢,就紧紧地挤着我,因为天天喂这个猪啊,是我的任务。 所以这个猪呢,就老了挤着我,我们一边拿着煤油灯,一边呢,我把这个囊给赶走了。 然后呢,我吓得不得了,我拿着煤油灯回来,我爸说,就差一步,我如果再快一步,我拿这个杠子啊,就把这个囊给打了。 这个猪呢,就活下来了,活下来,最后的犯人给上了点什么药,什么的就活下来了。 活下来以后,这个猪慢慢就长大了,要过年了,就把这个猪给杀了。 杀了以后,就这个时候,一开始长毛什么东西,慢慢就习惯了,看不出来了。 结果撒完,终于又把毛退了,只有半个脸。 我说,怎么只有半个脸呢?我妈说,不是让狼给刁跑了吗? 这次谈话,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启示,我跟他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两个背景, 但他又同样在一个时代的背景的成长下,所以我真的很有感觉。 我跟王导在聊的过程中,我也一直在想啊,包括我跟导演贾战柯也是好朋友。 他们这一批人的话,就是想做好一个事情啊,都是用心去做,就是用自己的感受去做。 而呢,没有一些比别的目的,说要讨好政治啊,说是要一个商业的目的,多赚点钱啊。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,就是非常可贵的。 我这小时候有个特别印象,到现在也是这样,我特别那个漆黑的那个路上啊, 拦车,往母亲拦车,拦到一个解放牌卡车。 这个时候你跳上卡车以后啊,在那个卡车,那个卡车的驾驶员,那个表盘上的微弱那个灯, 然后还有他开出一个一片昏暗,两条那个光束打出去啊。 哎呀,你坐在那驾驶,你觉得就幸福极了,安全极了,你觉得特安全, 就什么外面狼啊,老虎,随便来,都不怕,我就这么打卡车。 所以现在就是一到车上,我又,到晚上我就特得意,就特别漆黑的开出去的时候, 那种能掌握就是,能够掌握这个黑暗的那种感觉。 艰苦的岁月,难忘的生活,构筑了潘雪义和王小帅的童年。 但当他们刚刚挥别了童年的懵懂,生活就露出了他隐藏许久的猙獰面孔。 躲着一个堂疙獰,给我大几个月的,出马就死了,就没送到医院去就死了。 死的时候呢,就从这个家,家里面一看不行了,往医院送,送到半路, 大概从我们冲子到医院的话,有二十花里路,二十花里路,可是那时候全是三路, 全是三路不好走,大概走了一半就死了,死了以后还是送到医院去了, 医院一看死了又拿回来,拿回来的时候我还看看,看到这一幕, 一个车子上躺着,别人拿回来的。 那时候应该很震惊的,人呢? 当时的感觉呢,就是说,哎呦,就觉得我这个堂哥啊, 听见过打架了,是吧? 就是说是怎么突然想死了呢? 然后周围的人呢,就都说,哎呦,挺可怜。 十一二岁小孩躺在车上,已经很长了, 说,呦,已经长这样大的死了,挺可惜。 身边伙伴的亡固,让潘石屹至今,记忆有心。 十一岁,有人来了又离开,有人永远地沉睡在遥远的故乡。 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,自己的人生。 我记得,就是,可能十一岁左右花的时间最多的,就是,看到蚂蚁洞。 就想,啊,这个蚂蚁洞里面有个王国, 然后里面他们怎么分配的,吃什么东西, 他们是什么房子,就开始送着这个蚂蚁洞,就开始想下去了。 所以后来弄房子,因为这个有关系。 也可能,不用当企业家,应该当个文学家,换一下。 我一时候得过圣言,所以说不能干活。 你要到冲子去,只有两件事情,救救了,不用在地里干活了。 第一件事情,就是写标语,黑体字怎么写,放松体字怎么写, 说是,这也是一件事情。 第二件事情,我再说说,就是, 未来我们的冲子,一定会有电的。 会有电的话,在冲子没人会电, 要装个开关,装个灯,没人会装, 学电工具。 你要学会。 所以给我拿了一个学校里面的, 一个卡口的灯泡,一个裸口的灯泡, 说你拿着这两个灯泡,给你拿着电电线, 你天天学着装灯泡, 你学着装灯泡了,以后就不知道地里干活了。 哎呀,我觉得太英明了, 我得一定把这两个属于学会。 没想到很快,大概高中毕业以后, 就恢复高考了。 就了,所有的命运都变了。 有的是,我到冲子去的话, 最近我在冲子去, 看见他们写的是科学发展观了, 三个代表都还写了一个标语口号。 哎呀,我想,在冲子里, 本来我想就写这标语, 结果一个字都没写, 那个墙上, 墙上面。 命运总是不会按照人们既定的愿望流转, 王小帅的人生也是如此。 我一样, 我是学画画嘛, 学画画。 我小学画画, 其实那个我们常很多, 上百个孩子, 但是就说, 就把我单拎出来, 悄悄的你学画画。 就在向你父亲说, 你铺个墙, 你把这个那个协会, 你弄个垫, 你就可以不下地了。 那他告诉我说, 你就画画, 学把这个画这个本事学会了, 你就自由了。 因为那个画画, 就一张铺一张纸, 一个笔, 轻松。 轻松, 那就因为学这个, 就跟别的同学还是不一样, 可以画两笔, 或者是写那个什么大字, 写那个字, 黑板抱上, 墙上就开始, 每次就是我开始写,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, 那个就是最后到粉碎私人帮了, 我是记得我写, 写到时候把那个王轰文啊, 写成了华国锋, 哟, 哦, 就要吓死了, 我不知道, 但我小时候, 小孩会说, 写错了, 那老是吓死了, 家长吓坏了, 这孩子怎么回事, 所以就换个大事。 在那个政治挂车的年代里, 王小帅有着劫后余生的庆幸与喜悦, 而走出童年的潘石屋, 也亲身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和生活的无奈。 我们葱子里出的最大的一件事情, 就是出现了一条反标, 出现了反标, 就是不知道谁谁来写的, 反中标语, 就那这件事情可能在我十一岁左右, 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, 这件事情出了的话, 就把葱子里面混写字, 所有的人都拿着坐在一起, 给他办了学习班, 就是不允许回家, 都要关到这个屋子里面, 就互相交代, 干什么东西, 还得给他们送饭吃, 送饭吃, 突然有一天晚上, 我爸爸就半夜了, 就跑出来, 他说现在这个葱子里出现这个反中标语了, 出现了反中标语, 破不了案, 公安局就让他投票, 谁的票投的多, 就是谁, 这我爸爸说, 说我的票最最多, 说是一旦出了事情, 结果说, 说你是我们家最大的男男子汉, 所以你出了事情的话, 第一件事情, 要把你妈妈跟你的妹妹保护好, 这第一件事情, 第二件事情, 这是冤枉了我, 不是我, 一定要给我生生冤, 我说好, 行吧, 就迷迷糊糊地把他叫了起, 结果就我交代这两件事情, 他又跑跑回去了,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, 让十一岁的潘石屹, 必须在一夜之间长大, 作为长子的他, 第一次和父亲, 如此郑重的谈话, 如果父亲一旦入狱, 他就要作为一个男人, 肩负起家庭的重担, 最终, 真正的始作俑者投案自首, 还了潘石屹父亲一个清白, 厄运微笑地和他的青春擦肩而过, 不久以后, 文革结束了, 高考恢复了, 改革开放也伴随到来, 体质的变革和时光的变换, 也让工人和农民的地位, 发生了微妙的改变, 他就去赶集买农民菜呢, 一开始工人阶级是很厉害的, 忙着头, 有钱啊, 一个月发几十块钱呢, 那很厉害, 农民没有钱, 买菜挑剔别人, 砍价什么沙海人会那套, 然后到文革结束, 就开始股份啊, 就开始出现你们现在后来的做生意的人, 要来弄这个, 这个时候呢, 一转制就完蛋了, 后来发不出工资, 比如说工厂就几年发不出工资, 那个就开始进出一段, 都到八十年代了, 八十年代了, 八十年代发不出工资就下来, 然后呢, 周边的整个那个寨子和村子, 开始实行那种, 流地啊, 或者有个体过去, 开始有农民开始, 自己不像过去, 哎, 他们有钱了, 他们卖菜卖肉什么, 中间有钱了, 抱过来了, 农民一出去了, 农民就真的挺好, 一看, 哎呀, 这工人来了, 可怜的, 可怜, 他不出工资啊, 可怜的, 来来来, 人家买一把菜, 那饶你半把, 工人哎呀, 可怜, 谢谢农民, 他就产生这种变化, 时光流转, 那些曾经十一岁的少年, 开始慢慢的走向成熟, 潘石屹在恢复高考之后, 跳出农门, 考上了大学, 成为石油系统公职人员, 并于1987年辞职下海, 转战海南, 最终成为房地产界的大佬, 王小帅随后到北京求学, 198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, 成为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。 一缓这么多年, 说长也长, 说的, 然后稀里糊涂的自己孩子就长大了, 因为我有一个事情给我震动非常非常大, 应该是几年前吧, 应该是我孩子八九岁了多, 这么大, 领到北京的郊区, 至少北京的郊区, 那个湖边上, 边上有几个农村的孩子, 那个冬天嘛, 在地里烧火, 拿那个树枝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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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烧出去堆火, 你知道我儿子说句什么, 看我这儿子问我这是什么, 吓死我了, 不知道火了, 我说这是火呀, 你不知道火, 他看我说不知道, 我猛的意识到, 他从小就没有见过这个, 我说煤气灶, 没气灶打开, 那个叫火, 对, 这个一大堆这个都不知道叫火, 哎呦给我吓坏了, 我说这叫火呀, 当时我就有点蒙掉了, 是, 你现在的孩子啊, 是是, 我说你赶紧你过去, 能烧着, 你别害怕, 你往那走没事, 绝对烧不着, 你看这还远着, 你这样, 你捡这个捡这个, 行吧行吧行吧, 我说行试试看, 就往那一扔了, 哦高兴, 孩子的道路的话, 让他们自己去选择, 就是每一个孩子, 他的能力, 包括他身上潜在的能力, 都是不一样的, 有的是我们这个大人也好, 社会也好, 强架给他一条路, 说你必须要要走这条路, 对他来说是, 也是不愉快的, 就是当做一个事情, 你不愉快, 不想做的时候, 一定是做不好的, 导演说实话, 说难干难干, 说好干也好干, 说就是导演, 就当了就, 就我这给他接过来, 也可以, 实在不行当导演也行, 所以我希望他现在是很自然的成长, 快乐成长, 现在我觉得就是很难说了, 因为我, 因为我那想象中的, 我小的时候吃了好多苦, 我给小孩的教育了, 还是一苦四天的钓鱼, 我说是我小的时候如何吃苦, 那个三路如何远, 每天要走一个多远的思路啊, 这些东西, 来了说, 我在带着我的小孩, 我想就是回到我这个葱子里面去, 让他们看一看, 我小的时候怎么吃苦的, 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说的教育, 我觉得效果, 他们没有去这个葱子的时候还好, 写的作文啊, 什么东西啊, 说是爸爸小的时候如何吃苦, 去了一次呢, 正好相反, 他再从事太好了, 是吧, 两条河天天在河里面玩着, 是吧, 然后山上面的话, 两个山, 是吧, 这边的话, 小孩觉得很幸福啊, 另外呢, 我跟他说, 我们小的时候有好多狼, 狼的话, 就是经常晚上听到外面的狼叫啊, 我们家的猪了, 一会让狼给叼跑了, 然后天天都发生这样的事情, 然后呢, 结果去以后一看呢, 最关键的是没有这一, 没狼了, 没狼了, 也没有这一段山路了, 没这一段山路呢, 有个高速公路通过, 在我们家的门口还有个收费站, 所以呢, 就是从我们这个高速公路的出口啊, 到那边高速公路的出口, 20公里路, 就是, 开过去了, 你想这个, 没让他感觉了, 有没有组织过, 也在进行到这一个行业, 没有, 我觉得这个电影好像也太复杂了, 我也试着演了一下, 上了贾站科拍的雨录, 我这也去演了一下, 我觉得好像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, 既然这个中国社会, 已经出现了像王斗, 贾站科这样非常优秀的导演, 就让他们去做好他们的事情, 我来做好我的事情, 我还是不断盖房子, 电影就是一个, 就是一个朋友一样, 就像你生活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朋友, 除了这个吃饭, 吃喝拉撒的, 剩下你就要跟这个朋友交流, 电影这个只是一个手段, 所有摄影机就变成一个, 基本的你的一个出口表达手段, 你有什么可能需要的, 通过它, 我们也会去做, 老朋友就是一步游, 越喝越长久, 老朋友是楼梦, 场景温厚, 老朋友是几分险挂, 几分担忧, 因为我们, 是朋友, 老朋友就是一壶酒, 越喝越长久, 老朋友是楼梦, 场景温厚, 老朋友是几分牵挂, 几分担忧, 因为我们是朋友, 未来最大楼梦, 离民主乳一定要变, 在各体城市中处理, 多 applications wyp fed, 没有す调女掌, 找到你们, 所以装第十两鞭帮, 活越长江化, 你现在参与, 存在下代宗甲上, 老神 principles drink, 我想带到平凉居, 感谢观看